《解惑丁灵雨》 師傅 你要跟誰爭一口氣? 我要跟觀世音菩薩爭一口氣 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二應身 我將來也要有三十二化身 無處不應 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 救一切苦難 我亦都要大慈大悲 救一切苦難 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 我更加要發四十九大願 攝受一切眾生到我佛國土 做父親的總是希望 而只會勝過自己 阿彌陀佛祈父也希望我好過他 師傅 你的四十九大願是什麼? 凡見過我的臉 聽過我的法 以至 聞過我名號的人 我都要到他們和生西方極樂世界 如果他們此生 不能生西方 我就一定再來到花道 直至他們生西為止 師傅 你有兩個大願 到底是什麼? 我有兩個主要的大願 天 一 一 勸人念佛 二 鼓勵人出嫁 師傅 你最快樂的一件事是什麼? 嗯 當然是將來我生西之時 阿彌陀佛他一定來接我 他還跟我說 妙念人者 謝謝你 因為你的引渡 我的極樂世界多了很多菩薩 七寶慈的蓮花 就快不換了 當那個時候 我便是最快樂的了 師傅 我怎樣才能得到你的 帶領去西方的保證書 你只要 來到靈岩山寺 老老實實地念佛慈戒 我就會帶你去西方 師傅 你可不可以記得 你有什麼招牌的口頭禪 我的招牌口頭禪 就是祝大家好 大家同生西方 師傅 為什麼你也會貪 我最大的貪心 就是要到二百萬人出家 我就是要貪 希望你們跟我一樣貪 但是千萬不要貪世間法 要貪出世法 這樣佛果才會圓滿 是要貪心的 師傅 你現在最想做的一件事 是什麼 我現在一心一意要賣地 有地才能夠見大草林 大草林才有地方 給很多高僧去收行 高僧賠出 就可以廣道眾生 等於國家有高等學府 才能夠造就一些一流的人才 師傅 師傅 為什麼你要學長師傅 我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 即使是說到口乾舌爛 仍然要說 就算是全身所有的毛孔變成口 也都很難說完我要說的話 就算是你們嫌我囉嗦 我仍然是要說 我要說 我要說到你們能依法奉行為止 我要說到阿彌陀佛來接引你們才肯停 師傅 有什麼你放不下的 嗯 你們上山我當然高興 但是當你們下山我就放不下 因為我希望你們會回來 因為我希望你們會回來 我要到無量的眾生來 眾生到盡 我的心才放得低 師傅 為什麼你的汗不臭 哼 是因為我吃素六十四年 不但我的血肉是素 連骨頭都是素 流的汗當然是不會臭 如果你們能夠吃素的話 長期以後 流汗也不會臭 師傅 好啊 當一家人 惡緣相會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 父女 母子性情不一樣 想法又相反的話 大家的惡業 就會阻礙大家在一切 有冤又不能夠離開 真是有苦難言 可苦的 但是 學了佛 就應該逆來順受 你知道嗎 緣生緣滅 萬事皆除因緣而變 向好那邊想 忍一忍 那就過去了 好啊 師傅 錢 應不應該留給你們的兒女 俗語說 養兒聖過父 要錢做什麼 養兒不如父 要錢做什麼 如果你的兒子 給你有能力的話 錢留給他 他只是多餘 如果你的兒子 是爛泥扶不上臂的 不懂得用錢 甚至乎拿你的錢 去做惡業的話 你留了錢給他 就反而害了他 究竟如果要留錢給子女 應該怎麼留啊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替子女做功德 供養三寶 做善事 這些才是真正留錢給你的子女 即善之家 必有餘慶 指指代代都好 記住 一定要即善 如何祝福下一代白頭佳佬 師父 當你嫁女的時候 或者是草媳婦的話 如果你們能夠扮素食 不傷生害命 就能夠百年長壽 希望你 以這種慈悲心 來祝福下一代白頭佳佬 怎麼才可以避免一家人生離死別啊師父 師父 佛法最有人情 要你們一家老少都念佛 將來同生西方 永遠就會在一起 永遠都不會有生離死別之苦 永遠在一起修行 直到成佛獨為止 師父 我們這麼忙 究竟怎樣可以修行 哼 譬如 你將看電視 上班下班 或者坐車 甚至乎是走路的時間 來到念佛 那就行了 或者 你將看書的時間 又是用來看經書 這樣修行就夠了 哪裡會沒有時間啊 師父 怎樣才叫做真正的孝順父母慈悲兒女 將你們的兒女 送去一個安樂處 使他們永遠脫離輪迴之苦 這樣便慈悲兒女 陪伴你們的父母好好地念佛 求生西方 這樣才是真正孝順父母 世間凡夫 應該知道這一種叫做孝道 師父 如果當一個女人 她的丈夫有外遇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呢 夫妻感情太過甜蜜 往往會阻礙念佛 如果沒有感情 又好像仇人一樣 根本這個家就不像家 這樣你就可以體會到人生苦 到時好好念佛 為求脫苦 而且到處聽到經文 丈夫都不會罵你的 那你就可以安靜自由 所以丈夫有外遇的時候 你就當對方的她 是你一個看死鬼吧 師父 師父 你為你的子孫做牛做馬 會不會覺得不值得 你不要以為他們孝順你就值得 靠不住 說不定 你為他們做了很多惡業 將來還要有惡報 那你說多冤枉 記住 還是好好念佛修行 以功德回向他們 這樣才真正利益自己 有益子孫 師父 如何使得婆媳之間和睦相處呢 好 讓我告訴你 做媳婦的你要記住 丈夫是婆婆辛辛苦苦養大 但是 現在 將她交給你 你應該感謝她才對 要把婆婆 當做親生父母來孝敬 做婆婆的 也要想 人家辛辛苦苦把兒女栽培成人 嫁到你家裡 照顧你的子女 你應該感謝師父才對 要愛你的師父 就像愛你的子女一樣 大家互相感恩 師父 如果我想要 相貌端正莊嚴 應該怎麼做 太簡單了 如果你想你的相貌好 就要收忍辱波羅蜜 見人就要笑 見到人做善事也要讚他們 供養佛菩薩 用鮮花供佛 也是收好相貌的端正的原因 只要 你不要性急 相隨心轉 要寬榮大量 相自然就會好了 命運可不可以改變 佛法說 命是不定可以改變 雖然你好命 但是 如果你做了缺德的事 好命就沒有了 你雖然是壞命 但是如果你做了功德的事 壞命就會好轉 所以 要隨時收好恩 賠好命 切忌收惡恩 轉成惡運 師父 為什麼工作的時候都要念佛 如果工作不念佛 你一個人很容易就會妄想 又或者兩個人的時候 不念佛 就會不停地閒聊 時光就是這樣去到的了 為什麼不一邊工作 一邊念佛 因為這樣工作就會做得好些 同時也培養了福慧 一舉數得 何樂而不為 就是 如何才能富貴呢 太簡單 想富 就要隨力報師 今生富 是前生修 想保持富有 就要繼續報師 想貴 就要保持品格 尊敬別人 你想貴又看少人家的那怎麼辦 心裏如果沒有貴的種子 就無法貴 你尊敬人 人便會尊敬你 就是 修大福報 是否一定要用錢 當然不是 只要用你的口 如果 去說一句好說話幫助人家 看見人家做善事 又加以讚許的話 這些都是修大福報 以至勸道別人 發心眾福田 自己也同樣得到福報 師父 什麼貧窮都可以賣的嗎 當然 想賣貧窮就要報師 因為 為什麼會窮呢 就是你前世 限貪不捨 報師就是播種 沒有播種 又怎麼會有收獲呢 報師功德 是以公養三寶為第一 因為三寶是世間最大的福田 能夠抱離群生的 如果要燒罪焰 增福慧 應該是怎麼做呢 喏 你待他人辦事受苦 就是燒自己罪焰 當你做好事 為人群的時候 就是增加自己的福慧 如果我窮 那怎麼報師呢 師父 只要你有心 就算是黑衣 都可以報師的 那譬如 把洗碗的水 或者是飯後朗口的水 臨到大地 就可以報師大地 從蟻 又或者 你在大地上 取得一花 以恭敬心供佛 福佈是最大的 以大地上 以大地上 報師從蟻 福佈 也不小 因為 佛已經成佛 從蟻 是未成之佛 對嗎 如何才有福有慧呢 一個人 為什麼會是無福無慧呢 是因為他省貪之苦 為其他人做好事 惡事自己受 就是收福 知無不言 喜歡教人 就是收慧 師父 怎麼才會有人緣呢 出錢出力 濟勢利民 供養三寶 就能夠廣結善緣 你收忍辱 波羅蜜 處處吃虧 和別人和合 得到別人的稱讚 欽賠 更加是結人緣最好的方法 師父 怎麼才可以 將身邊的毒素解除呢 聲號就是解毒的滋藥 心有貪真痴三毒煩惱 只要聲號在心 就算是有煩惱 但是他不會造殺盜任 等於毒素有了解毒之藥 就百毒不侵 怎麼才可以不花錢 又能夠燒災緬難呢 有空就念一句佛號 這樣 就能夠燒八十億劫生死中聚 你有業障 你就阿彌陀佛拼命地去念 你有苦難 觀世音菩薩就會夠苦夠難 記住 誠心誠意 一句佛號 消萬災解千難 怎樣才可以 死的時候能夠瀟灑脫俗自在呢 平時你就要念佛 還要有時看諸法皆空的智慧 不要為名利財富 夫妻親情 這些所有的事成為你念佛的阻礙 當你臨終的時候 就能夠灑脫自在 究竟 我們能夠知道自己的死期呢 你只要知誠精盡念佛 就能預知時至 阿彌陀佛會告訴你 是什麼時候會來迎接你 師父 我真的不想見到嚴羅王 好 你記住 唯有警覺人命無常 但自心念佛 到臨終的時候 就會無苦 避免向嚴羅王報道 否則 用什麼方法 都收買不到嚴羅王 記住 多念佛 記住 師父 當我睡不著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其實 睡不著 挺好 你用這些時間 來念佛 拜佛刀疲倦的時候 躺在床上 自然就會呼呼太睡 如果 再睡不著的時候 只要心不凡躁 靜靜地躺下 亦都可以養神 怕只怕就是你睡不著 心又不能夠平靜 回來復去 那當然不能夠休養 所以 要好好調心調神 再精進拜佛 或者靜坐 慢慢就會歸於平常 有一覺好睡 如何打如意算盤 師父 生意上的如意算盤 我想你們會的 不如我講一下念佛 學佛的人 真正要打的 是修福慧 利眾生 做功德 了生死的算盤 這些才是真正的如意算盤 因為會令到你永久安樂自在 要打 為何不打佛法的如意算盤 怎樣才可以得到最長最長的高手呢 記住 只要多念阿彌陀佛 求生西方 生到西方 就能夠和阿彌陀佛一樣無良手 我們要求發生無良手 千萬不要希望這個臭疲狼 亦都是無良手 因為這樣會太受苦了 師父 怎樣才可以 受到佛菩薩親自為我們說法呢 你只要好好念佛 將來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世知菩薩 就會親自為你說法 而且 一聞法就永不亡失 你想不想 出國流學一下 我當然想 應該怎麼做 這樣 不如我介紹你去 極樂世界流學 極樂世界就是最好的行校 阿彌陀佛就是最好的校長 觀音 觀音 世知菩薩 是最好的教授 清淨大海 忠菩薩系同學 哼 這麼好的師資 和環境 你說多好呢 師父 師父 處世應該用人論感情 對情感較薄弱的人要寬厚 對情感太過的人要方正 就好像水太熱 要加一些冰 水太冷 要加一些熱水 人 既不能夠離群獨居 處世 就要中庸之道 冷冰冰 或者熱情過分的都不好 為什麼 有時我見到一些人 既然他們既然是有才能 又會一生老到的呢 這些就是有畏無福 福從哪裡來的呢 從得幸而來的 你能夠行財師 發師 無畏師 救濟人家的熱境 解除人家的痛苦 這些就是 佩服 有福 胃就自在 師父 為什麼會事事不如意呢 事事不如意 當然是在往式的人子裡 你們做了很多惡業 多多念佛 拜佛就可以消除業障 這樣 你就可以處處自在 處處快樂 事事如意 健健清心 還有 為什麼我們處處會受到困難呢 我想 一是你沒有福 二是你沒有胃 換上有福位的人 做任何事 太簡單了 你說做事難 但是怕難就不做 這樣 又怎麼可以增福位呢 記住 沒有福位的人 就會處處困難 師父 有時候我覺得 我身不由己去做惡事 那怎麼辦 既然知道惡事 為什麼要做呢 可能是困難 困難 當你困難的時候 你多念觀世音菩薩 求菩薩消除你們的愚痴無命 使得你們開智慧 開了智慧就能夠收善 這樣就不會再做惡業了 師父 師父 求觀音菩薩 會不會不靈感 不會不靈感的 念觀音菩薩 絕對會感應 就好像水 絕對能夠滅火 但是一定要自成 而且多念才有能力除苦菌 試想一下 大火又怎麼可能被小水來旁滅呢 為何有時候我求什麼 又沒有什麼呢 因為 你不知道要收好恩 才會有好果 這樣 你不知道道理 又怎會求得到呢 你只要收好恩 到時就會有甜蜜的果實 就算你不求 他都會給你的 撫海巨浪韜韜 怎樣才可以找到一個避風廣 才適命 食碎 就好像十級的大風一樣 吹起的浪 是排山倒海 不能行船的 問到佛法 你不趕快奉行 難道 你不怕被掩門嗎 寧岩山寺 就是避風港 快點 發心到山上修行 這樣 就能夠躲避世間的風浪 免死於腐海中 哪一道才是一所無病不治的大醫院 寧岩山寺 就是一所無病不治的大醫院 專門是醫眾生貪珍慈的病人 說的是 如果我再說